欢迎收看113年10月12号的港督新闻,我是赖昌邦 高雄左营翠华路正进行拓宽工程 一旁靠近半平山脚下的路边停车阁就被屠销掉了 让登山客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当地的里长就表示那里机车非常多 汽车停车容易发生危险 建议改停海公路一带会比较安全 左营翠华路靠近半平山脚下的一侧 本来划有路边停车阁 但因为翠华路在进行拓宽工程 停车阁被屠销了 来登山的民众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连机车也不好停,引起不小抱怨 他现在在施工,我之前都停在庙那边 你看那边那个机车位 他马上说24号要到期了 这样子的状况已经摆了好几个月都是那个样子 他是一直拖延工程 那我们就必须要走这个马路边上 那来往的车子很多 对我们这个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当地的祥和里里长表示 靠近半平山脚下那侧能够化设的路边停车阁本来就不多 再加上那里机车很多,车速也很快 汽车要切入停车或开门下车 时常发生危险 道路透宽之后也不建议在那里划设停车阁 汽车的一个停车阁确实是不足 但是不足中的时候 第一我们也不能说去争设 因为车流太快了 我们的骑机车的这种的一个歧视 我们的用路人太多了 你如果不小心把车门打开 那造成碰撞以后 这样子造成就很大的一个死伤 还是应该要保留了 以前还没有透宽以前都有 汽车都可以停了 现在透宽以后反而不能停 至于骑车开车来登山的民众要把车停哪里呢 里长建议可以转进平山国小前的海空东路这里停放 但还需要多划设一些停车阁 再做个告示牌 指引民众把车停来这里会比较安全 可以啊 因为我们阀山就是要运动嘛 停这边虽然走比较远的话 我觉得还OK啊 那不足中啊 我有建议的是说 在我们的登山口里面啊 设一个告示 就是提醒这些登山客啊 如果开车到我们半平山来要登山的时候 可以引导他们来海公路这边啊 去做停放 那将来会比较安全 因应台积电在高雄设厂而透宽了翠华路 路边停车阁因此被吐销了 是否需要再找一个合适的停车场所 或鼓励民众不开车也能够来爬山 不要让半平山变成可远观 却不易亲近的故山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 山途的台风吹倒了许多路数 就连轻轨大顺路段的绿巨人隧道 也难以幸免 全线总计有4%的雨动数被吹倒 青岛的树干摊坏了轻轨和道路交通 目前已经恢复通车 但是里长表示 还是需要重新来检视路数的管理 是否可以因应未来极端气候带来的灾难 经过山坨额台风的摧残 高雄的路数损失惨重 就连大顺路轻轨路段的雨动数隧道 也不敌强风 有树科被吹到零根拔起 高市府捷律局表示 因为事前有做好防台措施 所以倒塌的数量只占全线的4% 脱离石的阵风确实影响了相当多树 轻轨沿线有两处 就在大顺路的雨动树 以及美术馆附近的 多摩隧道的两人数 那在10月3号雨市占线之后 高捷团队跟检疫局就统计了 沿线树木倾倒损坏的情况 我觉得4%这个数字 我觉得应该不能这样子去计算 因为未来的天气值会是越来越严峻 不论是几% 对于我们基层百姓来讲 当然我们都是不希望 有树倒塌 然后甚至造成民载的毁损 造成店家商家的一些财损的状况发生 这一次倒塌的两颗雨动树就在这个位置 这位置刚好是在对面 它这边是没有任何的阻挡的遮蔽物 所以整个银封面刚好朝这个方向过来 所以就把这两颗的非常大颗雨动树 就直接把它整个都吹倒 318颗雨动树总共被吹倒了13颗 因为事前的加固咒效大多数都有挺住 但还是让轻轨和大村路交通一度瘫痪 面对未来持续的极端剧后 这排绿巨岩隧道是否需要重新考虑移植到别的地方呢 其实从轻轨在建设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观察到 就是从这个铁轨的沿线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用左右用两道的水泥墙把它包覆住了 所以它能够生长的空间其实它现在是越来越局限住了一个空间 它没有办法去很自然的去生长 这个树未来它要很健康的再继续生活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危机存在 大顺度雨动树在轻轨建设之前 就已经存在在高雄人的记忆中 轻轨成员过后 更被命名了绿巨人隧道的称号 如果移植改种除了将会耗费大量成本 这份景色也将会消失 或许移植并非所要选项 但为了保护这份光景又或是全高雄的绿树 露树的日常巡检或是维护 可能才是重点课题 记得参军高雄报导 山途而台风造成高雄多颗露树倾倒 有人就指出是树枝修剪的不够彻底 而户树团体则认为 有些修剪过的树还是被吹倒了 主因是风势太大 但是有些树的根性不够完整而被吹倒的 应该要检讨树根的种植环境 才不会让树投中绞青 一棵大树被吹倒了 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树大招风 认为应该要把树枝多修剪一些 甚至矮化树的高度 但有些修剪过的树还是一样被吹倒了 户树团体认为这次台风是风势过大 把树吹倒是自然现象 而断头式的过度修剪会造成树干伤口过大 影响树的健康反而更容易吹倒 像中正路的这个中央分割岛的鱼豆树 它这一次还是倒了非常多 它的叶量也都不是很茂密的 所以其实我们感受到 甚至有些小树灌木都倒掉了 就很典型的是风树已经到17级 所以其实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说 弱检不要去做强检 是不是要互树团体 市政府要互相是把这个理论还要做修正 还是怎么因为太高 因为护树团体的主张就是不把它修建滴下来 所以这个一直里面也在纳闷 也在问这个问题 而有些倒树的根系不完整 才是大家应该要检讨的方向 有可能是树穴太小土壤不够深 才会让树头站不稳一吹就倒 甚至有病虫害的树在无风无雨的情况下也会倒 有足够的支撑还有可能会减少一些树倒的伤害 有些是树穴太小这是人为的 那有些是它的树根没有办法往下扎得够深 就是那个土壤可能是黏土啊 或者是说它底下的这个土层 没有办法让根可以往下 至于有些路数倾倒了阻碍交通 为了抢时间开放道路通行 就把树截肢断根移除 护树团体认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将树扶正 让树活下去 因为救活一棵树就能够节省种树的成本 行道树会妨碍通行的 或者说树穴 在这种小树穴它倒掉根都断了这种 其实它根本没有扶正的条件 我们都建议直接从种啦 那公园里面棲地比较开阔的 根群比较完整的健康的 应该是要花点力气把它扶正 但是现在高雄市的做法是 不论它有没有条件 大概都是被砍掉没有要扶正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呼吁的是 这是很可惜也是浪费钱 你移一棵新的大树来花的钱 原超过你把它扶正 市民的观感好 就是说市政府的效率这么快 就是可以跳动 大家共同协力嘛 我们社区也一句话 大家初点去社区更亮丽 修剪树木就像剪头法一样 有条例的修剪才会好看 而树穴也不能太小 像穿小鞋一样一定站不稳 台语俗艳说得好 求陶建树栽 就没人家求贵最红胎 从根本改善种树的环境 树就不容易倒 记者潘之光赖昌邦高雄报道 山土的台风造成高雄许多路数倾倒 有些刚好杂种停在树下的车辆 高雄市政府就说明 台风之前已经请民众 将车辆停在安全的地点 因此路数砸毁车辆是无法补偿的 山土而台风侠带平均12级风 14级强阵风3号登陆高雄 造成2500颗路数折断或倾倒 停在树下的车辆大多是被压的 车体损毁无法维修 针对车辆被路数压毁 高雄市政府说明 台风来袭前就请市民将车辆停放至安全地点 因此认定是不予补助 因先前开明台风造成4名朋友 7机车财产损失 市府吸取先前经验 在山土而台风来临前 多次呼应民众做好完台准备 如紧闭门窗 低窝处对置沙包 将车辆移往安全地点等 故此次树木倾倒 压损救助对象 以建物以及其定着之相关附属设施为 优先补助对象 而民众有鉴于开明台风淹水 不愿意停在自家地下室 转而停在高处 造成高处停车位以为难求 古山区绿川里里民 就选择离家境 飞围停 方便移动的道路旁 没想到爱车却是被围墙旁的百年老榕树 砸到车顶都不见 我有去中都桥那边看 那因为那边都几乎停满了 那因为想说如果停这边 后续如果有淹水的情况 我要撤退 我比较敢 我会比较能够及时 能够有这个应变措施 我停的这边也是 我们周遭一些住户都会停的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 也不是说围停或怎样 大家一定停车场都满了嘛 那基本的停车阁也都在树下 都在行程到 你说安全不安全 这没有啊 没有办法定论啊 只是说大家知求都 由于车辆是被财政部 国有财产局土地所中 同时是农业局列管的树木砸毁 被砸民众希望能够有 专案的申诉管道 专案处理 我们就请议员跟立委 帮我们专案处理这个 树压倒那个名车的问题 因为我相信高雄市还很多台车 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请损失的车主拍照啊 存档啊 那个做为到时候备用的证据啊 短短不到三个月 高雄连续被两个台风清洗 爱车躲过了淹水 却被大树砸成无顶的报废车 市民损失真的惨重 记者五胚山高雄报道 高雄遭到山途的台风重创 就连路上的交通号制 也被吹得东倒西歪 已经修了一个星期 还是没有修完 高雄市交通局表示 目前列管的642个案件 已经全数完成 但是因为坏掉的实在太多了 有许多路口还需要持续的巡检 民众如果发现 也可以打市民专线来通报 将会紧速的修复 整治红绿灯 倾斜的就快打到路上的来车 灯号也被强风吹到直接喷了出来 这是山坨颓台风清洗高雄后 水处可见的道路景象 这里是高雄自由桥上的路口 可以看到因为红绿灯被台风严重损毁 目前已经先暂时拆除 因为整治耗制毁损严重 目前已经先进行拆除 驾驶得改由看对象的灯杆来判断灯号 高雄市的交通耗制损失惨重 台风过境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还自己修不完 高市府交通局表示 目前列馆中的642件已经全部修复 但还是有许多的耗制 还需要带巡损复原 那到上周日 我们整个接获通报的件数是642件 那我们也积极地进行这样的一个抢修的工作 那这642件列馆的 我们在昨天都已经修完 不过当然陆续还有一些地区 那就比较偏 大概在原县区的部分 还有通报大概有100 大概150件 那我们也持续在进行抢修当中 因为损坏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目前还是持续有民众在通报问题 而针对连外省道和主要干道已经修复完毕 17个公班持续轮替加勤赶修 并且与外县市合作 希望可以尽快地恢复家园 非常感谢包含像台中台南 也支援我们的厂商来公班 那我们最大的维修公班达到17组 剩下的100多件 我们紧速在一周内能够完成 然后给市民一个非常安全 然后一个有效率的整个耗制的运作 因为台风的强劲风势 造成了大量的伤害 但它的受损数量相当的可观 而且难免会有漏网之余 民众如果有发现状况 可以拨打市民专线通报处理 如果民众在通报我们的耗制故障的话 能够比较具体的说明 它故障的原因 是耗制灯不亮呢 还是说原来是我们的三色运作 就是绿黄红的运作 它是闪光运作 或者是有更严重 就是根本就没有运作的话 能够具体说清楚一点 还有发针的入口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来去做 维修的时候能够准备相关的器材设备 然后能够紧速的来做一个维修 高雄市捞台风重创 路上公社损毁一周还是处理不完 除了市府要加紧复原 可能也需要市民一同来抓漏 避免有遗漏造成安全疑虑 记者 苏安君 高雄报导 山土耳台风惊人的风势 让三多商圈旁的新中夜市 摊伤受损严重 由于摊位的设备都在户外没有遮蔽 有许多30年以上的老摊位都被吹掉了 老摊贩正在烦恼 摊位器具破损严重难以谋生 期盼政府单位能够补助渡过难关 强风吹袭 只见马路上的摊位东倒西歪 大型招牌掉落 冰柜水槽几乎都不在原地 这里是高雄著名新中观光夜市 没想到山坨台风过境 只是一个上午时间观景 惊人的强风大雨 就让三圈面目全非 平常夜市生息很严重 变了四十七年前的塞落也很严重 我又吃了这么长 我夜市已经50年了 四十七年前那时候 塞落也很严重 在平常每天都倒了 很严重 灾后的第四天 许多摊上人无法做生意 受灾较轻的赶紧请师傅维修 受灾较重的只能再走估价 但有许多三十年以上的老摊位 都被吹掉 恐怕只能重新再来 修理是简单的而已 因为我们修理的 在开始有太多钱了 那不赢了啦 对啊 那不可以 永远起来 又可以就行 又不可以就都要疼着 你在这附近上班就觉得麻烦 就不方便 希望他赶快恢复 这开了四十几年了啦 就要重新做新的啊 要不然怎么办 而面对将来生计受到冲击 三圈便期待政府单位 能够补助渡过难关 整理到这里 到目前就可以了 这補盘都还没说就可以了 花一万七颗去了啦 我们政府观看有什么好 可以够减着补助渡过 市府啦 这些中央这些看 可以够减着 特别人这样 到补助渡过 每一台上次这些生设 还有五万超过啦 补盘啦 担啦 生理没做的啦 这 感觉说这贪吃人 这位真正很严重 很严重啦 由于新中夜市服务范围 涵盖附近百货商圈 是许多上班族及民众外食之地 汤山无法营运 年代让许多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三圈也表示将会尽快恢复 让老汤味的味道 能够继续保留下去 记者三世民高雄报导 再来看到高雄市议会开幕 高雄市长陈其迈 拜会各议会党团 听取党团的意见 其中会谈的焦点都锁定在 这连续两次的风灾 党团代表对于市府提出反应 以及要求 期许市府能够 继取灾情所带来的民生影响 提出因应政策来改进 并且将经费用在刀口上 一起将高雄带往更美好的发展 高雄市议会第四届 第四次定期大会在10月8日开幕 高雄市长陈其迈在会前 前往拜会各党团代表 听取议员建议和看法 党团代表也提出多项建言和鼓励 多数表示 希望市府团队要继取连续两次的风灾经验 聆听地方声音 建设出对地方有利的发展 把未来的天灾影响降到最低 几十万户都没电 主要是这些楼桥倒下都带到电线 英企我们台队的电线都 开的组合跟工丁都没电人用 希望市府未来一趟下跪的 我们这些电线可以来地下化 拼免到方台来楼桥倒下 英企我们全民没电的痛苦 从开明以外的楼桥倒下到十万户都没得到 这就是重点是 这就是我们市府主理局 要开始通盤检讨 到底这些居楼要怎么走 才会趕快去楼桥倒下 这是我们市府要趕快去检讨 相对的 我们市府团队这里也很幸福 你看他们的市府都找到十万户 这是基礎的实际有很幸福 这也是大家要调整一下 对于市府团队面对风灾表现 国民党团议会总招黄湘淑泽表示 市府局处在编列防灾预算需求上 应该要迅速确实 该增加就增加 好落实未来防灾应变处置 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一次可能在高雄市政府 针对于风灾在处置上面 可能还有一些值得检讨的地方 我想这个会期 我们也会加紧照顾的去 要求市政府能够把这些 需要检讨的地方 都能够一并的做到好 那我们也有看到 其实 如果不是因为凯米台风的关系 我们这个会期 其实要省的水利预算 似乎比去年更少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市政府在针对于预算上面 该增加的 在针对于风灾上面 或者是后续重建上面 该增加的预算应该是要增加 不要因为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然后就把它减少了 这个都是我们后续 可能要去值得注意的地方 高雄市长陈其曼 在聆听各党团意见后也表示 风灾造成市民的灾损 会持续申取中央经费来协助 同时强化府会的沟通协调 让建设继续推动 也感谢各界帮忙 协助高雄重建家园 全力来为市民福祉一起打拼 记者李嘉隆 高雄报导 隔天高雄市长陈其迈 前往市议会进行市长施政报告 针对山陀的台风 侵袭高雄全力拼复原 并且提高高雄的治水防灾的韧性 同时说明男子人物 北高雄产业园区 以及桥头科学园区等区域的建设进度 以及仰湾2.0的规划内容 高雄市长陈其迈赴议会进行市政报告 两个多月内两个台风重创高雄 市长说明近两年的治水预算是38亿 其中6亿新增了6座制洪池 达到全市共25座可容纳498万吨水 其中32亿是用在改善液基淹水区域 因应强化防洪明年将规划44亿的治水预算 提高防洪的频率从现在的25年 提高到部分地区的200年 这个都需要投注更多的预算 所以我们也整理了包括人物厚镜 联保土库美农还有其他地区总共44.4亿的预算 那这个预算也已经获得中央的承诺支持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逐年分期的来加速 整个河川的整治 在产业园区方面市长说明 新建中的北高雄产业园区 116年完工后可容纳多家大型传统产业 规划台39线以及高科连外道路 而桥头科学园区目前已合可23家厂商 今年更加入了4家科技大厂 在男子科学园区内的台积电也有新进度 那P3厂大概今这个月10月即将要动工 那P4P5厂也会来启动整个环瓶的一个程序 那我想3个厂将会创造3.5万个直接 以及这个上下游就会的机会 那平均以目前为例 包括施工还有进驻的员工 在今年底大概会达到8800个左右 那在明年的3月大概会达到包括施工的员工 建厂等还有进厂的员工 那明年3月会达到大概1万5千人左右 所以对于活络当地的这个经济 以及整体我们高雄市的产业的转型 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不止北高雄硬体产业蓬勃 在亚湾软体科技园区内也确定有国际大厂进驻 而交通方面捷运钢山路主延伸线 黄线紫线小港陵园线都在预定骑程中 多项重要道路也都已经有完工通车时间 那左营桥头的铁路 这个高价相关的这个评估 我们大概114年的5月也会即将来完成 另外主要的交通建设 包括新台湿西线洲际货柜车专用到国道7号 高平第二快速道路 国道10号的延伸到新威大桥 86延伸到内门等 这个也都按照我们原来规划的这个骑程在进行 高雄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无奈两次台风重创高雄 考验市府团队规划能力 让高雄能在稳健中求发展 记者吴佩山高雄报道 高雄前证科技产业园区更名之后 持续更新改造 最近三年的年产值达到了837亿元 增幅两成左右 前证园区风华在线计划2.0 更获得了经济部的支持 将编列6.3亿元新建金融大楼 打造更具优质的投资环境 吸引更多科技大厂进驻 前证科技产业园区自110年更名后 近三年年产值达837亿元 增幅两成 但产业园区内的许多老旧建物 迄今都已超过50年以上 急需陆续改造更新 立委赖瑞隆便争取 前证园区风华在线计划2.0 透过投资管理、资产活化、租税优惠等相关条文 打造更优质的投资环境 现已获得经济部支持 将编列6.3亿新建金融大楼 我们又争取到了6.3亿的一个经费 来让整个做一个金融的一个大楼 那行建完成之后 未来让金融机构 包括邮局等等能够进驻进去 而让原来的既有的空间 能够再重新新建新大楼 让50年的前证加工出口区 现在变更为前证科技产业园区 能够有更新的风貌 同时间也有更多的空间来招商 让更多高科技产业来进驻 希望未来让高人园区 让前证科技产业园区 来带动整个 亚洲新湾区 带动整个高雄的产业的发展 根据经济部产业园区管理局报告 前证科技产业园区 风华再线2.0草案 规划为4年期 先于今年及明年投入750万元 进行前证科技园区 更新再造计划总顾问服务 推展园区更新作业 并同步盘点潜在更新基地 当然就是将来NVIDIA 还有我们鸿海 那是属于研发型的厂商 可是在配合研发的制造基地 离他们最近的 就是我们前证科技产业园区 我们的建筑物已经50年了 为了厂商重建的需求 我们这一个远管局 就积极的争取前瞻的预算 首先先新建了三栋前瞻大楼 让厂商有一个周转基地 我们是竹草引凤 希望我们这个前瞻基地 所腾出来的这些老旧厂房 能够提供给有意愿更新的 这些厂商们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跟更多的产值 有意愿到高雄来发展的厂商 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前证园区走一走 前证科技园区更新后 园区厂商总数已达到99家 以电脑电子产品及关学制品为主 将来园区更新后也将吸引科技大厂进驻 推动扩大园区更多产值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高雄市地震局不畏惧打房 举办第三季开发区土地标售 共推出了8标10笔土地 共计有18件参与投标 结果标出7标9笔土地 合计标售金额14.9亿多元 标托率达到了88% 央行近日寄出第七波房市信用管制打房措施 连带也影响到外界不看好高雄市地震局 所举办的第三季开发区土地标售 结果大出众人意外 其中仅第六标林园农地重化区 一笔基林地无人投标之外 其余土地全部投标 投标率高达88% 地震局办理今年第三季开发区土地标售 既有18投标封参与投标 共标出7标9笔土地 合计标售金额为14亿9037万余元 标托率为88% 显见大高雄开发区土地 因公共设施完善 生活机能健全 又有重大建设加持 深或投标人肯定 无论如何在什么情况下 还是会有建设公司需要去掠地去买地 那至于说因为地震局推出的通常都是在重化区里 那重化区的土地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而且相当的精华 那当然就会比较受到建商的青睐 那所以这一次的标售情形算不错 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 高雄市地震局特别说明本季最受瞩目的第71期重化区 有三笔特定商业专用区土地 因为临近高雄台铁站 民族车站 绿源道和捷运黄线Y10预定地 生活机能丰富全部投标 溢价率高达3.98% 本季最受瞩目的标地是我们71期重化区 三笔特定商业专用区土地 本次是全部标托 其中两笔一标面积约578坪土地 零铁心一阶及铁心二阶 以总价8亿4930万元来标托 溢价率为3.98% 每瓶标托价约146.8万元 大部分都溢价比较多 之所以会溢价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建商真的还是需要土地 当这些土地的价值 建商一定是评估过后了 那他已经知道说 评估过后这样的价值是值得的 所以建商才会出手 我相信建商也不会平白无故的 随便就加价 那一定是有相当的价值 才会这样的考量 此外高雄第92期 市地人物重化区 凤青重化区 以及大辽湖内农地重化区 也都顺利脱标 总体脱标率高达88% 再在显示出央行 虽然寄出第七波打房措施 高雄土地市场仍然是蓬勃兴盛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由TVBS姓旺爱永续基金会主办的 第八届全球华文永续报导甲 今年中将宽评庆年的自制节目 一共获得了两项入围 其中更以木子欢迎回家 拿下专业组长篇类优等奖的殊荣 也成为全国唯一获奖的地方电视台 由TVBS姓旺爱永续基金会主办的 第八届全球华文永续报导奖 今年有来自台湾 马来西亚 以及香港的732件作品报名参赛 经过评审评选出 119件作品入围后 在10月6号的颁奖典礼当中 公布46组作品获奖 其中中佳宽评 青年已自制节目 木子欢迎回家 拿下专业组长篇类优等奖的殊荣 成为全国唯一获奖的地方电视台 媒体本身对整个社会 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影响非常的大 也让媒体本身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变化的世界里面 持续能够不忘初心 能够大家一起努力 能够想的是说 我们怎么样对这个社会做出更多 像刚刚提到的建设性 我们希望能够产生更多正面的力量 参长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地方有限电视台参与的数量超过以往 那我想中佳庆联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在这一次长片组他们入围了两个奖项 都是花了很大的时间 然后就在地的议题本身做了长期的追踪 而且品质非常好 那我要特别鼓励地方有限电视台 花资源跟时间培养记者来报导在你们周边的这个议题 相信这是地方有限电视台最重要的价值 本次中佳宽平青年的资质节目共有两项作品入围 其中获奖的穆子欢迎回家 记录全台湾最后一个不见公共电话的小山村穆子 在面临人口老化 轻壮人口大量外流的困境 社区长辈妇科年幼时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中 举着火把上学的情形 不同是在共识凝聚的叙事铺陈 让评审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我看到的是一个山村里面的深深的寂寞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个村庄 然后看到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 为故乡做很多事 我在地方电视台已经工作了快十年的时间 然后我用十年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走在这个舞台上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在南部在地方有更多不一样的可能 中家宽屏关注地方发展 各地系统台长期直播优质地方性节目 更从地方公共政策 历史文化多元关怀和生活资讯等面向多元记录 展现出地方电视台的高度价值 同时也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推动媒体试读 并展现出对环境永续发展的决心和成果 记者综合报道 三民区有一家海鲜粥店家主打大份量 用火锅装海鲜粥是店家的一大特色 这么大份量的海产粥居然不到200元 吃过的顾客都说CP值超级高 店家俐落地处理海鲜食材 忙碌的双手都没停过 还不到11点就挤满了要用餐的民众 这家位于三民区的海鲜粥主打大份量 你没看错这是单人份的海鲜粥 装粥品的容器居然是火锅 用餐的民众都说虽然是一人份 但两个人都不一定能吃完 这么大碗的海鲜粥 虾子 鱼皮 蛤蜊 青柯 鱼粥 五种配料不到200元 民众说吃了真的好过瘾 再加上店家使用新鲜的海产煮成 汤头相当清甜 让民众吃一次就爱上 外带也不马虎 仔细看看装粥的碗真的超级大 店家希望能让每个顾客吃饱饱 我常来它的口味就是很鲜甜 然后这个分量真的是超多的 超多的 物超所值啊 我来的时候他们就数这么一大碗 老板提议的 一份海鲜粥把锅子装满满 很多人可能头一次看到 这样不到200元 对客人来说CP值非常高 甚至可以一份抵两餐 在食材的处理上 店家也相当讲究 主打新鲜级超大分量 让很多顾客吃一次就爱上 记者张世民 陈寅君 高雄报道 高雄左营有一家面店没有店名 但是每到用餐的时间总是挤满人 价格便宜而且分量多 甚至小碗的就能够吃得超饱 店家的一大特色就是老板娘 以及所有的员工都是越南人 不过吃过的顾客都说 非常具有台湾的古早味 而且CP值超级高 老板娘俐落地包着水饺 仔细看看这个内馅不太一样 店家的韭菜水饺是用白韭菜 每天都得包上至少一千颗 当天现包现煮 这家位于左营区的面店没有店名 但用餐时间挤满了人 还有客人从台北回来一定要来报到 店家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所有的员工都是越南人 现在都跟古早味上很像 对啊 阿爸做饭啊 对啊 都很像 像我们以前这样 吃的味道都很像 他啊 我觉得他什么都好啊 对啊 我已经吃了蛮多年 我台北下来的 每次来一定来吃 那个是 以前我去工作 学习 学习两个夫妻的老夫妻 他们也是做这种吃法的了 我们就 我觉得是也还不错 我觉得比较嫩了 那个绿色 那个酒 酒塞还有一点色色 不太好吃 这种是小孩子都喜欢吃 我觉得以前我还买回来给小孩子吃 越南人在台经营台湾小吃相当少见 不过顾客都觉得吃起来非常古早味 分量也很够 该面光是小碗的就不一定吃得完 酸辣汤也料多实在 另外到店必点的就是卤味 柜子里的品项超级多 吃过的都说便宜又好吃 卤味啊 卤味超好吃又便宜 卤味啊 卤味超好吃又便宜 面啊 面也都大碗又好吃 料超多的 超好吃的 这是不是小碗的 对 小碗的 对 然后它的卤味真的很大盘 然后很便宜又很好吃 我常吃那面啊 吃这种 但是外面都找不到 就是这里 所以每个礼拜放假六日 一定选一天过来吃 他都是CP值很高 然后很好吃 月底的救星 我是来台湾 新家来台湾 要想在这边生活 要学习在这边的司法 工作在这边 要学这边的 呃 什么讲 习俗啊 在地经营多年 有相当多的顾客 每周都一定得来报到 餐点分量相当足够 加上价钱很实在 高CP值的餐点 让客人们念念不忘 记者李嘉隆 陈寅君 高雄报道 昨天有一家肉圆店 每颗只卖十块钱 只要每次买四颗以上 老板就会给予优惠 地里面的肉圆分为干的 以及汤的两种吃法 现在的经营者是第二代的老板 由于父母年纪大了 因此小老板退伍之后 不久就回来接下父母的摊位 让父母可以退休 同时也把父母做肉圆的好手艺 继续传承下去 隐藏在市场内的小摊位 是一家在地经营多年的肉圆店 店家非常低调 平时贩售的品项 也只有肉圆一种产品 现在由二代的年轻老板接手经营 老板退伍不久后 就回来接下爸妈的摊位 让父母能够退休 有先做半个月半年的别的地方工作 做完后就迟迟来这边做了 从小学开始就有在卖 卖到现在 爸妈都老了 所以我就接他继续做 不怕辛苦每天早起备料 老板将肉圆分成干的 以及汤的两种吃法 为了确保肉圆的新鲜度 每天的肉圆都是现蒸的 蒸多少卖多少 在物价飙涨的年代 每颗卖十块钱 只要一次购买四颗以上 就会有优惠 让来店光顾的客人 都觉得便宜又好吃 不错吃啊 他还好几年了 我们都在这边吃 吃好几年了 不错吃啊 是真的不错 还蛮公道的 不会贵 两天早上五六点开始 到中午十二点 十二点过后面还有人 愿意等我就蒸 一颗十块钱 四个三十五 五个四十 尽量压低 点干的肉圆还会附赠清汤 搭配起来非常解腻 在什么都涨价的年代 能够用铜板价 饱餐一顿 对消费者来说 是极大的小确幸 记者潘志光陈英军高雄报导 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想要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 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够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我是类长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神厨体验营 小小店长体验营 老婆老婆你看 干嘛 你又在乱买东西了 不是啦 暑假就快到了 不能让阿宝一直闲在家里打电动 你看 这个脸书上面 就可以报名这么多营队 阿宝整个暑假都很充实 这么好康 我怎么不知道 哎呦老公 这种一夜市的广告 要小心它可能是诈骗 你看它这边根本没有官方认证的蓝勾勾 还有如果发文历史很短的网页 就要特别小心 好 现在其实网路上或社群媒体 真的是朋友转传的讯息很多 那很多是没有经过查证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事实查的机构 所以你可能也就要去看一下 做一个比较聪明的乐听人 记得哦 讯息连结不乱点 小心求证最安全 最近有不少人狂收到疑似朋友 要求加赖的讯息 或是理财专员 以及是或是声称投资名牌 诱导点选假网址 一不小心就会被骗取个资 造成财务损失 提醒您以下注意事项 一 不要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 或是输入个资与密码 二 若来电显示号码很奇怪 小心不是朋友 是诈骗 三 不要相信来路不明高获利的投资名牌 四 收到疑似诈骗讯息 应立即回报垃圾简讯 并且封锁与删除 五 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或是上165全民房骗网 买购骗网站 或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查询是否遭到诈骗 钓鱼信息不乱点 小心求证 拒绝诈骗 咦 我高中同学阿花传讯息给我耶 快来看看 你们又要开同学会了吗 赖好友辅助认证 女儿啊 你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用 阿花说要帮她用这个认证耶 赖好友辅助认证 哪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诈骗啦 怎么可能 这个照片是阿花没有错啊 妈 那你才没有这个好友辅助认证 如果你傻傻点这个 就会被引导到诈骗网页 窃取你的个资和密码 害到更多的亲友呢 哈 这么可恶喔 可是现在这些诈骗太厉害 我真的是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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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被骗啦 讯息连结不乱点 小心求证最安全 城市风采 新旧交错 人文风情 永续美好 高雄一切正好 让你的冲作影片 符合公益性 异文性 社交性 欢迎在CH3公用频道播出 突破申请表 可上各家有线电视公司官网 或高雄市政府新闻局网站下载 来来来 这罐给吃下去 保证让你买到汇安 真厉害喔 今天卡丹尾 就算够隔板 阿春也很火焙 真火啊 阿现在是要怎么做啊 待会儿 阿姨别